这个男人不戴口罩就上了飞机 他跌跌撞撞的走向了自己的座位 看到他满脸浓包 小伙儿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飞机突然颠簸 男人赶紧拿出了纸袋 疯狂呕吐了起来 机场那顿时恶臭扑鼻 空姐察觉不对劲 提忙过来询问情况 可男人却虚弱的连话都讲不出来 只是把呕吐物交给了空姐 空姐提着纸袋 小心翼的穿过走廊 生怕洒到别人身上 可等他来到厕所处理呕吐物时 却发现里边竟然是血水夹杂着内脏 很快男人被转移到了就近的医院 看到男人的症状 医生也无法推断到底是什么病 等推到手术室时 男人已经呼吸困难 医生来不及多想 只能先给男人插管 可呼吸管怎么也插不进去 好像有东西卡在喉咙里 就在医生仔细观察时 突然一滩血喷了出来 由于没有防护措施 这个医生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 经过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检查 发现这种病毒正是恐怖的马尔堡病毒 转研九年后 这所研究所又收到了一份猴子的病毒样本 丽莎通过显微镜观察 发现这些病毒极具攻击性 而且还是可怕的现状病毒 符合这些特征的病毒 只有马尔堡跟埃博拉 它们都属于四级致命病毒 我们熟知的新冠也才属于三级 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丽莎决定带助手进入四级实验室 进入这里必须两人同行 而且要穿戴好专业防护装备 丽莎打开四级实验室里的冰箱 里边存放着的病毒足以消灭全人类 但先是取出了马尔堡病毒 如果匹配成功 病毒就会泛起绿光 可遗憾的是 显微镜里并没有任何变化 此后丽莎又取出了埃博拉病毒 这种病毒的致死率高达90% 然而就在准备化验时 助手却突然发现 丽莎的防护服竟然破了个洞 上面还沾染了病毒样本 丽莎大惊失色 她急忙拉响了警报 赶来的工作人员对丽莎做了一份检查 好在丽莎并没有感染 但不幸的是 病毒样本在灭菌程序启动后就被销毁了 没有样本就没法进行病毒匹配 但丽莎并不知道 同时眼镜哥在她进入实验室前 偷偷保留了一份样本 眼镜哥以为 这是无法传染给人类的 猴出血热病毒 于是便没有放在心上 她让同事用鼻子闻了闻 然而她并不知道 自己闯下了大火